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这边身体不是太好 你别跟我骑老陈那边 你们就没有想想有什么应对的法子吗 徐总 我们疾风向来是论质不论量 成本在那儿呢 一怨一气的规矩也动不了 连一有问题就往老规矩上甩锅 大家都是手艺人 都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没有这份坚持 疾风也走不到今天 都回去想想 还有什么能拓宽渠道 提升业绩的办法 你早交提案 好 好 等这里 你等等 跟我说说那个预警 这个预警 这个月对咱们的冲击特别大 已经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了 现在不少老客户都去他们那边订东西了 所以 你 来 您看看 这大部分都成列出来了 哦 啊 预警 哎呀老王 嗯 以后应该叫你王总 哎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 一听起来就很上档 是啊 咱们俩啊 不论这个 预警这个名字也不是我起的 是跟刘总起的 哦 玉瑶品质 大气沉井 难怪刘总能够促成 这次瓷器小镇的开发 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帮着王总收购小厂重组 又在生活器市场 把这个玉瑾给打响名号 实在是年轻有为 了不得啊 不讲了 以后还得您多照顾我们生意 那肯定的 对啊 老雪 这一次啊 你可不能再亮着我 跑去找媳妇去了 我们不打接个销售 您要多少 我们就给你生产多少 咱们在商严商啊 我们为什么把价格打下来 就不能让那股手艺人 赚得太多 我们啊 这合同都不够 我哪能啊 放心吧 老雪 怎么不接我电话呀 你用打电话 我开了信已经没听见 哎呀 你到这儿来参观 也不喊上我 我也要多学习学习 去长不短呀 妙妙妻 你看 这种替换 也能抢别人家的生意呀 看来是有高人指点 徐总 之前去您家拜访过 陈大师饶您 不巧没碰见 自我介绍一下 聚合资本留上 确实不巧 我们家老陈不是 什么人都见的 什么啊 后面借一步说话吗 老王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好 走走走 曼姐 那你们俩 好啊 我走 你什么意思 明智抢了 怎么能叫抢了 玉瑶是这么多作词的 难不成都在跟疾风抢声音 物竟天责 自然之道 也是人之道 我以为竞争只是表象 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 大家一起共赢 和谐共生不是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 一挖的就是我们 疾风的老客户 还说不是冲着疾风来的 谁不是为了生计呢 是你一点都没变 我这样有事找你呢 说陈华鸡当年 做了那么多的好作品 你也不拿出来给大家欣赏 我这儿人容量很好啊 要不要请几件过来 给大家看看 我们疾风堂 虽然都是陈家的精品 但是从不挑客 欢迎你来学习 这什么情况啊 老周 什么什么情况 就是狱警现在坐得风生水起 疾风坐不住了呗 这狱警能带狱窑 拥有已期之地是早晚的事啊 现在得想办法 怎么能把这个 骑士上的人 引进到咱们小镇上来 说到调尸上了 我倒有个主意 来 好的 来 给我 怎么样 你 光行不行 我配了啊 你 来 李编辑 行吧 不好意思 来晚了 我那个今天啊 东西二次入窑 刚赶过来 那没事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吧 行 来 坐啊 这儿 这儿 来 你坐 那小婉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啊 好 来 走 来 来 小婉 小婉 自从这款云霄雪橘杯出锹以后啊 很多朋友对于疾风堂破四子杯的那个作品啊 非常感兴趣 能不能帮我们讲讲 嗯 其实因为当时做这个杯子的时候 时间比较赶嘛 嗯 嗯 嗯 所以油料的配比上面其实没有调整到最好 嗯 所以拉坯的时候 嗯 里面的空气没有充分的排空 嗯 嗯 所以烧出来就裂了 嗯 那 作为一个新人 为什么这么着急要出一个成品 嗯 嗯 当时在制作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身体上的不适 或者是什么困难 就跟上次开进仪式 你不是身体也不舒服吗 嗯 停下 停下 小婉 我把上次 对你的采访 还有 开进仪式的素材 都放到了网站上 根据网站统计啊 网友对于你坚持带病 参加比赛这个话题 这都是非常好 而且二次转发 这一类的话题内容啊 远超于其他的视频 所以说我是可以 从这一方面去多聊一聊的 好吧 但是我烧这个杯子的时候 手没有受伤啊 确实是因为我的水平不够 才没烧好的 小婉 咱们俩之前不是配合挺好的吗 有话题才会有热度 只有这样才会让更多的人 知道咱们玉瑶式 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 玉瑶式的年轻史迪人 对不对 不好意思啊 李编辑 杯子没啥好 确实是因为我能力有限 我的手呢 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 已经好多了 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必要 再拿来做文章了吧 要这样的话啊 这个采访今天进行不下去了 只能再换个宣传点了 行了 那我觉得我身上 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宣传点了 在玉瑶呢 像我这样的人 没有什么特殊的 我也不是天才 您要不换个人 我觉得 我不是您需要的那个人吧 小婉 既不合适 时不再来 李编辑 今天就这样吧 他们这样我真的很不舒服 明明没有我的事儿嘛 非要为了热度编辑过故事来 上一次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 采访了那么多的年轻手艺人 而整个专房里面 其他人只有那么一点点 剩下的都是我的 不是 我是希望通过这个 让大家看到 玉瑶有很多年轻的手艺人 他们都很优秀 大家都在努力地追梦 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后悔了 我就不应该 答应他们做这个专访 你怎么不说话 在想你说的话 小婉 你应该知道 热点在哪儿 钱就在哪儿 今天做这个专访 不管是对你以后的拜师学医 还是疾风的未来而言 都是有很大助力的 我记得小时候 我爸爸跟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有难度的事情不少 但都被人类干成了 在瓷器业里 一直有一个难题 就是仿制辱瓷 自金兵入关 唐宋积累下来的天青色烧制技术段代 彻底失传 一千年来 虽然天青色被后世复刻了出来 但那只是辱瓷中的一小部分 天蓝瓷 到现在都是一个谜题 我爸爸 三叔 还有很多很多的手艺人 他们的一辈子 都在用来解开各种各样的难题 我呢 我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到呢 就变成了一个主角 公平吗 不公平啊 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对所有人都不公平 或许就是一种公平 那是因为无理改变才说的 不过可能的话 在这里哪怕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理想主义啊 你不是吗 我是吗 你不是吗 我是吗 不是吗 好了 不气了 别人看到了 没事 是 干吗 真的 待会儿来人了 没事 你在那儿我要走了 给你推下去 去哪儿 通常 回来 你来来 可以 回来 走 感谢观看